大家好,欢迎来到循迹慢聊,我是北洛诗文 今天袁老师是又出差了,还是我来给他带一集 我最近,就前两天,有一个亲戚 他听说我是对这个冰与火,就是很有研究 算是一个冰学家 他也对这事儿,电视剧就挺感兴趣的 然后就问我,就说 你这冰与火之歌,或者说权力的游戏是讲什么的呀 他是这个科幻呀,还是玄幻呀 我就说,这个冰与火之歌,他不是科幻,也不是玄幻 我亲戚就又问,说 那你说这个,他是不是三体那种科幻呀 我说那肯定不是 那我亲戚就说,那他就是玄幻呗 我说,行行行,你说是就是吧 然后他说,那这就不能让我孩子就接触这个了 要是说三体那种科幻,就让他了解了解 毕竟说刚上初中的小孩,别学坏了 我心想,你这看科幻就学不坏 所以从这件事儿,我就发现 国内的大家对科幻呀,奇幻呀,玄幻呀,还有这魔幻 这几个幻想文学的这些词儿,其实大家一直是没搞清楚的 咱们就是先说玄幻 玄幻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文学题材 主要呢,就是说修仙那种 就是你看这小说有点玩那个电子游戏的感觉 这主角他一级一级往上升 就一点一点变得强大 代表作比方说什么斗罗大陆 好像已经拍了电视剧了 好像就是,他这种小说呢 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爽 就是爽文 这主角就是,就是一直在那不停的升级 打怪,让大家看得爽 而且呢,他们大多是这个网文 就从最早的,咱们说90年代吧 上世纪90年代 最早就是像一些那个什么风字物语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这就是上古时代的网文了 从那开始的 一直到现在 很多这个网文都是这个修仙啊 这种题材的 其实他们都是属于玄幻 这个呢,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题材 所以呢,这个跟西方那些 这个奇幻是不太一样的啊 但是呢,它又是脱胎于 这个西方的奇幻文化 就是说 当这个西方的这个奇幻这一套东西 到了中国以后 不管是文学也好 游戏也好 这个漫画也好 慢慢的结合了咱们本土的 这个武侠这个传统 包括这个妖魔滚怪 神仙道士这一套 最后融合成了这个玄幻 这一个文学题材 那么我们再说这个魔幻小说 不了解幻想文学的这个朋友们 经常会认为 只要有魔法 这东西就叫魔幻 一般来说呢 传统意义上的魔幻是指这个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就是咱们说拉美文学 诞生于拉美文学的那一波 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些 百应孤独什么英文里呢 它叫Magic Realism 就是说魔幻现实主义 而这个奇幻作品呢 通常来说 它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一个 虚构的架空世界里 这个世界呢 通常跟我们的现实世界 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 加入一些超自然的因素 这些典型的代表 咱们比方说 修记都属于奇幻文学 就是说现实 咱们都知道 它是发生在唐代嘛 它其实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 加入了很多奇幻元素 幻想元素 超自然的东西 什么佛祖啊 什么百古经啊 那些其实都是超自然的东西 那这个奇幻这个词呢 它源自西方 原来的词就是fantasy 它被译为奇幻呢 是因为这个 有一位台湾的 奇幻界的教父级人物 叫朱学恒 他呢 是早期的这个龙腔边境史也好 这个老板的魔界 他是这个译者 他在90年代的时候 台湾一个刊物上 他最早是用 用这个奇幻这个词 来翻译的fantasy 所以呢 就这个 这个用法就一直约定俗成 延续下来了 今天呢 咱们提到这个奇幻小说 他要有几个要素 第一呢 就是架空世界 这个架空世界呢 可以是一个纯编造的 就比方说 冰火之歌 它就是一个纯虚构的一个世界 或者呢 是在现实基础上改编的 比方说咱们刚刚提到 这西游记 这都属于架空世界的范图 然后呢 要有虚构的种族或者生物 比方说这个龙 这就是一个代表 还有呢 就是一些跟现实世界相对应的 就跟有点关系 但又是完全虚构的这种神话呀 或者宗教 比方说咱们就拿冰火举例子吧 里边有这个七神信仰 这个还有这个异鬼呀 他们这个寒神那一套 这些呢 都是一个虚构的这个神话体系 还有呢 就是一定不能缺少的 就是一股邪恶的力量 它要跟你这个主角为敌 根据这些元素呢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奇幻文学 分为两大类 一类呢 就是剑与魔法 其中的代表作呢 就是1932年 罗伯特·霍华德 他写的这个《蛮王柯南》系列 这一个系列呢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特点 就是说主角就是这个蛮王柯南 然后他就不停的打怪 就是用剑和魔法来征服这个敌人 还有我们这个小时候看的这个西瑞 这也现在好像听说奈飞 也要把它改编成电视剧了 也都是这样的一些故事 就是说不停的有新的妖魔 或者敌人出来阻碍你这个主角 然后主角呢 就不停的去打怪 所以呢 就是早期啊 奇幻文学是一个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一种文学题材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 你就不是打怪吗 你就怎么跟那些严肃文学相提并论啊 直到这个史诗奇幻的发展成熟 史诗奇幻的代表作就是魔戒 魔戒呢 是在二战之后诞生啊 他的作者 首先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 牛津大学教授 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托尔金爵士 他用一种写严肃文学的手法 来写的魔戒 写出来之后 简直是震惊全球啊 所有英语文学界的 所有的这个专家呀 这个或者说这个普通读者啊 全被魔戒的文学性所折服 大家终于意识到 奇幻文学也能登得上大雅之堂了啊 从魔戒奠定了这个史诗奇幻的基础开始啊 之后呢 就是史诗奇幻有很多优秀作品诞生啊 其中典型的代表啊 那当然就是冰火了啊 冰火在上世纪90年代问世啊 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一直引领的这个奇幻文学的高潮啊 到现在这高潮还没结束 因为他书还没写完呢 像这种史诗奇幻呢 他也有几个元素啊 一个呢 就是说你这个主角要有成长 通常来说呢 你这个史诗奇幻的主角啊 一般都是一个少年 所以他会有这个成长的感觉 比方说这魔戒的主角啊 佛罗多 但是也有例外啊 比方说这冰火啊 咱们又说冰火 冰火的主角呢 他你说不出具体哪个是主角 对吧 它是一个群像系 而在这群像当中呢 有很多人像穷恩 山沙 布兰 这些比较年轻的角色呢 他又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里面 而且这个主人公呢 通常是这样的 就是本来他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然后突然就被一个什么大阴谋啊 或者什么东西 给你卷进这个故事的主线去了 比方说魔戒 就是佛罗多本来这个住的好好的 然后给你哎一个大阴谋哎 给你一个任务哎 钦点了就是你哎 再比方说孙悟空啊 咱们说西游记也是这个奇幻文群嘛 你像孙悟空也是 就是说我在这个花果山过得好好的哎 结果呢就你非要来找我的茬对吧 出了很多事 然后最后就哎 西天取经嘛 那这个主人公哎 就是说这个少年通常呢 他有一个导师啊 导师性的人物 就比方说魔戒里啊就是甘道夫啊 他呢一步一步的指引你哈 告诉你怎么走 那么这几点呢 是这个史实奇幻的一些固定的哈 一些模式 但是呢又又不能拘泥于这些模式 比方说 咱们说这个邪恶力量哈 在魔戒里有这个邪恶力量 冰火里也有邪恶力量 但是呢 这魔戒里边这邪恶力量 它是一个主线 就对抗那个锁龙 但是呢 在这冰火里面呢 他邪恶力 他这个邪恶力量 他其实是一个暗线 就是说异鬼那一路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说 大家要去打异鬼 当然到电视剧最后啊 大家看到大家要去打异鬼 但是呢 在前半截 很大一个偏忽 或者说故事的主线 都是大家在这个争权夺利 对吧 权力的游戏 所以就是说奇幻文学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除此之外呢 也还有很多别的题材 比方说这个尼尔盖曼 大名鼎鼎的尼尔盖曼 最近呢 也有这个热播的电视剧啊 就是这个好兆头改编自尼尔盖曼的一个早年 跟特里普拉切特的一个小说 你像好兆头呢 这个小说 它是这样的 它是基于现实当中 它加进了很多这个非自然的元素 比方说这个神灵 天使啊 天使都成了普通人了 在人间活动 或者恶魔呀 什么的 然后天使恶魔也开车 对吧 天使开书店 养家糊口 等等等等 这些超自然的因素呢 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也是尼尔盖曼的作品的一个特点 还有呢 就比方说这个龙与地下城系列 它呢 就是脱胎子这个剑与魔法 就是比方说一般的任务都是杀龙之类的 但是呢 它故事又没有那么简单 它又融合了很多这个 史诗奇幻的一些要素 这方面的代表作呢 就是那个萨尔瓦多的《黑暗精灵》系列 就是三部曲 有的朋友可能也都看过 这都是奇幻文学的经典作品 所以呢 咱们就总结一下 在西方 一般呢 就是会把这个奇幻跟科幻并列 一个叫Fantasy 一个叫Satisfaction 这两种呢 都叫幻想小说 科幻跟奇幻呢 共同点就是有固定的规则 像奇幻的这个幻想呢 它是基于魔法 就是说 用我们的生活经验 来解释不了的东西呢 它可以说 这都是魔法促成的 但是呢 它也是有固定规矩 科幻中呢 它的所有的幻想元素 都是基于科学 就是说有严谨的这个物理学 或者天文学的这个推导过程 而魔幻现实主义呢 它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真实世界 只不过它的世界更加荒诞离奇 让人觉得反复无常 至于说玄幻呢 咱们说了 它是咱们中国本土的东西 它在西方是不存在的 当然近年来呢 听说这个很多欧美的这个朋友 他们也对咱们这玄幻很感兴趣 都希望有这个网上 也希望有字幕组之类的 把咱们这个玄幻文学给翻译成英文 他们来看 也是好事吧 也算一种文化输出 玄幻文学啊 它的世界观是次要的 它的重点或者说爽点 就是咱们读者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它主角的成长 不停的打怪升级 看的是这个过程 世界观真的是很次要的一个东西 好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大家如果对这个奇幻文学 科幻文学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跟大家互动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欢迎在下面点击那个订阅 订阅旁边还有个小铃铛 你把它点亮一下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的推送 谢谢大家再见